所有的生活方式都会有烦恼 他自己很清晰了 其实他只是在犹豫在排行而已 但他很明白 就是大家都有自己的烦恼和苦恼 我觉得他的那个恐慌 我特别能够理解 我其实跟他很像的 我原来就是没有想过要停下来 但经过这两个月之后 我现在觉得我会想停下来 我甚至在头两天复工的时候 我很认真地想过退休这件事情 因为我想念那种 每一天没有必须要做的事情 可是好忙啊 然后每天就看到自己一点点 解锁不同的生活技能 然后给自己一点点 好像除了工作之外的 其他的小成就小荣耀 晚上躺在床上的时候 没有第二天必须要做什么的压力 就挺舒服的 可是我很清楚 我短期内我做不到 但其实我今天情绪也比较贵 我俩来的路上一路说 就有一种 刚参加选秀的时候 那股 那个热情跟动力 反而疫情期间结束了 会让我更想 好好的去钻路线的 是年龄的问题吗 你看我复工我就想 我留念 留念那个休息的时候 然后年轻人就想说 哇 热情回来了 上班了 不一样 真的 不一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